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怎么看? 今天这一集就会用半集再谈东张西望亚八的事 因为有人就踢爆了 原来这名内地女子计算了可八的婚姻 加上已经是第三段婚姻了 稍后跟大家讲一讲 由于秉承着不想重复骗大家的心态 所以也只有半集可以去谈 另外下一个话题就讲一下肥妈 肥妈就说自己就帮自己找了老人院舍的位置 然后她也提及到就是说 原来她以前就因为不让自己妈妈住老人院 结果就间接害到妈妈就有病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件事也成为了肥妈的一大遗憾 稍后详细去跟大家提一提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 赞好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小钟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都要为刚刚上一集的资料有所更正 因为我都给记者那篇闻音了 也很多谢各位观众的提醒 原来入住了公屋之后 资产限额 即是去到百多万二百万左右 是说申请的时候 那个额就比较少 只有三十几四十万 但是当你过到海之后 就是神仙 额就会变得比较多 不过除了那些首饰 钻石戒指之外 你猜她还有没有更多的首饰 因为刚才都已经剧透了 有三段婚姻 还有就是说 究竟这间公屋有没有下隔离的名字呢 因为有消息就说 隔离就在内地有层楼 如果有层楼的话 到其时去查 正常来说 二百万是有机会爆到个锅 当然你说现在内地的楼价下跌的话 可能又会有少少问变 不过就是看看 究竟房处努不努力去查 因为我相信 一个既然会选择去谈谈的人 其实肯定会有很多东西 收收起来的了 还有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阿伯是屈蛇没有下名的 居住了在一间 没有他名的公屋里面 如果认真去搞的话 真的不知道阿伯可以居住哪里 还有呢 到其时那名内地女子 就可以用这件事来做藉口 就说 哎呀BB呀 我好想照顾你的 三文海誓呀 但是呢 你的名字没下来这间屋 没得跟你居住呀 拜拜 这样 当然你可以说 那么阿伯下个名字就可以了 阿伯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到其时会有很多藉口的了 不需要帮别人去思考 好了 今天讲了一讲 网上的爆料先 其实相信也有不少人知道了 不过都简单过一讲 根据爆料人的分享 原来这次已经是那名内地女子 第三次的结婚 可伯就76岁 他就43岁 之前嫁来香港就是二婚 上一手的老人 帮他拿了身份证之后 就离婚排公屋 现在那间公屋 是第二段婚姻 离婚之后就排回来 他的儿子就在内地住 有楼 写过儿子的名字 查不到他的资产 这一个就其实也不知道 究竟他的儿子 又是不是真的有落个名字 在公屋 又或者 他的儿子 又会不会 其实是长期都在香港住呀 这样 因为呢 现在其实有很多 不确定的资讯 甚至乎你说爆料 会不会有些料是错了呀 又或者是叫做 misunderstanding 这些都不奇怪呀 总之呢 相信三段婚姻 这个就是真的 至于他的儿子在香港 在内地还是怎样呢 这个其实我们不知道的 另外爆料人就强调呢 当这一名女子 在第二次婚姻离婚之后呢 就一直是做着一些 现金炒散的工作呀 如果现在他已经这么出名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房处就可以拿正来做 因为呢 其实你有上班 你拿现金呢 你正常来说呢 都是要把数据去资讯的 那不过呢 有很多人都是似着 就是说了 现金很难查的 那所以呢 有很多直接收现金的行业呢 那 直接都不报自己收入啦 又或者呢 永远都是可能在 万二万三的限额里面 令到自己呢 不用交税之余啦 亦都可以呢 继续留在那层公屋里面 那所以啦 现金打工这一样东西 其实看下房处有没有心去查的 那如果一查到的话呢 都可以说 喂 你是不是虚报啊 那这样 那如果他炒散 特别就是说他卖东西啦 那有时候卖东西可以卖得很富有的嘛 对不对 就是你说一个月可能 卖货赚到六万元不出奇的 那到其时又会不会就是说 爆了煲啊 你个月入 那会不会又被人叫他退回房子出来呢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当他经历过几段婚姻的时候呢 那究竟他每次分身家 分完那些身家 他又是不是真的用了呢 还是说有些钱是有所保留啊 隐瞒资产呢 这些就真的需要房处去查啊 那我刚才都特意去查了一些东西就发现了 其实这个世界呢 有部分的女子呢 是做一个职业 就叫做职业分片 那总之呢 就是透过不断结婚啦 跟着离婚啦 那拿彩礼和分身家呢 是令到自己 原本呢 先都不先下 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的 那甚至乎啦 Netflix呢 最近也有套剧集就是说呢 有一名的女子 那就不断呢 去同一些日本的高龄男子结婚 那跟着过几个月之后呢 这些男子呢 无一幸免都是遭遇意外的 然后呢 是经历了四五段这些婚姻之后呢 才被人捉了啊 那所以为什么强调呢 现在可白呢 虽然可能他都不知道要住哪里 但是最起码呢 没有人谋材害命 起码他就性命无忧 有样东西呢 真的不得不想说一下政府的 这一个社会 特别是这几年呢 常常就说 大家不要中电话骗案 不要中招啊 但是啦 为什么好像可白这一类型呢 就是很大机会是骗案的案件当中呢 这个社会从来没有资讯去提醒 任何一位的男性长者 但是明明这一类型的情况呢 在香港已经有成二十多年 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啦 甚至乎呢 我见到留言区里面 都有些观众就说 我以前都是这样的 又或者有些人就说 我爸爸是这样的 怎样怎样怎样啊 亲戚是怎样啊 所以令到我有样东西不太明白的 就像我这些年轻人呢 有时候政府都会提醒就说 不要乱上网认识人啦 你以为人家是女孩呀 人家可能是男人骗你钱的 叫你买点数卡给几十万人呢 就可以跟你去不知哪里啦 去哪间酒店啦 甚至乎呢 这些以前在警讯都有拍的嘛 就算没有的话呢 都会肯定有些官方的帖文去提醒年轻人的 有时候可能有些中年女性 中了一些网上情愿啦 以为自己呢 和飞机师结婚啦 跟着呢 被人骗了几十万几百万这些呢 即是政府那些都会说呀 报纸都会卖新闻的嘛 是不是 甚至乎啦 你说掌者 好像那些猜猜我是谁呀 什么保释金片案那些呢 官方也有出来说的嘛 常常有提纸呀 甚至乎呢 颁埋一个好市民奖 给一个八十几至九十几岁的婆婆 是蒸破了这些骗案的 但是啦 为什么是那些中港婚姻 老夫少妻的极速离婚 接着呢 再去拿多间新公屋 甚至乎就是说 专门以分身家作为目标的这一类型骗案 为什么整个社会明明看到 但从来都没有任何资讯去提醒人的呢 就是说连官方的讯息都没有 不会提醒一些男性的掌者就说 小心有人说喜欢你呀 可能他只是贪你那些钱而已 接着再列一些案例给他听 告诉他 就是说 你看看这个八下场多惨 你看看他最后睡街呀 这件事就真的很奇怪 明明经常见着的 但从来没有人敢提 不知道的话 好像哈利波特的佛地摩 不可以提他的名字呀 还有大家不要觉得我在这里搞笑 因为好像这一种情况 其实最后是谁买单呢 当然是除了阿伯和他本身的原生家庭 如果他的子女有良心的话 就需要他买单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由香港政府买单的 因为大家想想 你离婚再分公屋 公屋都是政府钱 政府资源来的嘛 原本一个老人家 是留了钱给自己养老的 留了钱给自己住好一点的老人院的 原本政府就不用担心他 但是钱被人分走了 没了钱 到最后又是政府要帮手 兜底去照顾这些长者 最后又是用纳税人的钱 明明是政府利益受损的 但为什么不尝试 从源头去制止这类型的骗案呢 当然 我也不想一触干打一船人 因为都知道 有些中港婚姻真的是真爱来的 就算是内地下来香港也好 可能丈夫真的突然之间身体变差了 做不到工作也好 那女儿是愿意自己出去做事 做两份工 然后捱生捱死 去养大子女 养老公 真是透过自力更生 而不是透过离婚去赚取金钱的 是绝对有的 这类型的婚姻 其实政府应该支持啦 因为别人找到真爱 等于多个人去帮忙照顾长者 就等于帮轻了 未来人口老化政府 需要去面对照顾长者的压力 如果是真爱的 政府一定支持 但最大的问题是 有不少是骗的 骗完之后 政府还要执手 你建设多少公屋都没用 还有很多观众在下面留言 就说 我土生土长香港人 排了十几年公屋都没上到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政府早点提醒长者有防范 到其时公屋轮后时间都没那么长 甚至乎多些单位去派给本地人 其实就更好 有什么理由那些感情骗案 永远只是提醒年轻和中年人 长者就不会被人骗感情 反而就是说 随时长者才是最多被人骗感情 这么久以来 都好像不是泰国 有相关的法例 去针对一些 以骗婚为目的的一种状况 有时候骗婚又跟假结婚不同 假结婚是说 两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是假的 但骗婚来说 有时候可以 一方面就爱到另外一方面 就要生要死 但另外一方面 就只是想要别人的钱 然后就尽快分手 但是这些法律上我明白是难写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 好像完全没有去推动这方面 去保障男性的权利 大家不要觉得 因为施古者你是男人 所以你当然想保障男性的权利 认真一点 可能沉满一点 跟大家说多几句吧 因为婚姻这一样东西 正常的婚姻 很明显是一男一女一齐 如果你说没错 特别是香港 特别是中国 女性就叫做经济能力比较弱 所以婚后一定要保障 离婚之后 女性的经济状况 但是如果是过分 去令到女性拥有 无限多的特权的话 到了最后会变成什么呢 没错 即是表示女性结婚之后 就经济无忧了 完全不用担心 除了有些人 特别是今次东张西望这个个案 利用婚姻制度去为自己牟利 你想想 我是男人 又或者你当有些比较年长的 可能六十岁五十岁的人 看到这一宗新闻的时候 他都担心 他都不想再结婚 甚至就是说 好像我这些二十几 就来三十岁的人看到 那我也担心 单身了二十九年 突然之间有个女孩说好爱我 又不见你在我二十一岁人生最糟糕的时候说爱我 现在可能看到我拍片 以为我有些收入的时候就来说爱我 你想想 我会不会害怕 我当然会害怕 我再看到可白这宗新闻 你觉得我会不会对婚姻有所却步 当然是有却步 除非就是说我真的和这个女孩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四五年 真的完完全全放心 这样 但是都是说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令我放心 那就不会说存在那些 啊 结婚了半年我们结婚啦 这种情况 普遍来说 代表了香港人的失婚年龄 就会因为众多这些案件 不断去退后不断去退后 甚至乎有些男性 他们会觉得 喂 不是啊 现在的婚姻制度很保障女性 对于一些自己很聪明的 拥有经济能力的男性 他们就害怕结婚 好了 对于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男性来说 结婚有什么所谓 没什么给人分 但是一个人没钱 是不是这么容易找到他另一半结婚呢 到头来就是说 如果婚姻制度不得到完善的话 是令到男性会再去选择主动结婚的这一件事 是不断去下降 到其实没有人结婚的 没有了家庭作为支撑 男性来说 那个向上爬的动力又会低 接着 去到未来就是说 越少人生仔 少子化 人口老化 其实这些是说 一个Generation 可以是说 八十几年七十几年的一个 长远的香港结构性问题 所以大家 我知道 大家看可白这件事是觉得 哎呀 很坏啊 这个人 当是茶如饭喉的花生 但是这件事 认真去看的话 随时可以影响 香港的那些 人口老化 婚姻制度 接着还有那些 结婚率的种种问题 如果就是说 大家眼见的了 对呀 大家见到这些东西很有问题 但是法律上 没有更新的 阻止不了的 保障不了南方的 没有的啦 他那些混合就走 你想抢回吗 没有啦 你自己用把刀去抢 到其时 整个社会就会扭曲的啦 到其时 个个都你防住我 我防住你 那社会哪来进步啊 是不是 所以 这件事都希望 立法会议员 出来去说一下 因为就算你不计算婚姻的 刚才都说了啦 你建这么多公屋 你都是希望香港人安居乐业的嘛 就不是说有些被专业骗婚的人才能够安居乐业嘛 是不是 原本婚姻制度是好的 能够保障男女双方 但是 有人滥用 不过这么多年来 都似乎没有办法 有效去筛选到什么人是滥用 然后怎样可以去惩罚他们 好了 不这么沉气啦 那说回其他话题啦 希望你不要怎么走啦 那说一下肥妈先啦 肥妈呢 原来已经70岁啦 70岁的肥妈呢 近日又再次语出惊人 她拍片就大爆 自己曾经是因为愚孝 做错了错误决定 而导致母亲病逝的遗憾 更加还说 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养老大计 拥有19名子孙的肥妈呢 在影片中就说 她就已经为自己 预订了老人院的床位 她就回忆是 自己妈妈生前的情况 她坦然就说 当年为了孝顺 她是坚决反对母亲入住老人院 选择 请公人姐姐在家照顾的 但是啦 这个决定最终就令到她后悔莫及 她就说 自己妈妈找了几间老人院 但是都不让妈妈去 然后后来 自己就和老公去了四天泰国旅行 当时自己妈妈就有糖尿病 她就拗损了自己的伤口 导致菌上了脑 然后她就说 就算当时家里有工人 有司机 但是她们就缺乏医学的知识 没有办法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适当的照顾 她就认为 如果当时能够接受母亲入住老人院的情况 或者妈妈就能够活得更加之长久 她感慨地就说 如果当时妈妈能够有专业人士去照顾 那就会没问题啦 然后她也都说 当时妈妈的状况 是细菌感染 然后血就上了脑 结果就导致 情况急转直下 最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肥妈就说 从妈妈的经历就学到宝贵的一货 然后她也说 决定自己帮自己去预订老人院的床位 以防不时之需 她就说 希望自己在年老的时候 能够接受更加专业和周到的照顾 以及 亦都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 好老实说 其实我不是那么明白 肥妈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如果你说你是普通家庭 月入真的不高的话 你说长者对老人院有恐惧 是很明白的 因为我做过 当然我觉得我做的那家 就不差的 不过我不说我做哪家 免得了 不过 大家以前看其他新闻报道 甚至乎其他电影 都有反映过出来 就是说 其实有些老人院的环境很恶劣 甚至乎很害怕 没有家人去探 会比较你 但是 以肥妈当时的经济能力 她绝对可以将自己家人送到 那些极其奢华的老人院 对不对 肥妈一定给得起钱的 她输也输了几千万 对不对 她是一定可以用钱 令到自己父母 活得有尊严 活得有私隐 而且是活得相当专业的 我只能够遗憾地说 就是说 以前对于老人院的恐惧谣言 害人不淺 似乎是令到稍为有钱的人 都会做错了决定 还有糖尿病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第一 你要去盯着你的血糖指数 即我们俗称的吉手指 吉手指这一样东西 就算你没有牌都好 其实接受过训练的 其实都可以刺激的 又或者病人自己刺激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 你要打胰岛素针这一样东西 这个就属于派药 这个已经是专业人士的范畴 我当时帮人去打胰岛素针 根据法例来说 我旁边是一定要有个有牌的 去看着我做这一样东西 所以如果你说 一般自己人去打的话 如果你说你自己帮自己打 就因为你自己来 你自己负责 但是 别人没有牌去帮你打的话 就可能别人都会有一个法律风险在 所以特别是一些长期病患 和糖尿病这些 你又需要吃药 你又需要去盯着 你又需要打胰岛素的话 你真的很难不送去老人院 除非你说 我李嘉诚来的 我自己建一间医院都可以的 这些就没得好说了 但是就算肥妈再有钱也好 我都买不到医院回来啦 所以送过长者去那些 可能一对二又或者一对三的老人院的话 那其实就已经生活得 相当之好 相当之舒服的啦 还有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呢 有时候是会遗留了一些东西的 例如说 可能伤口那些东西呢 大家不太懂得帮老人家转身 跟着他会有压瘡 跟着老人家又不懂得表达啦 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痕痕不就拗咯 拗得流浓这样 然后細菌感染 然后有时候普通人就会觉得 随便啦 穿了衣服遮住了就行了啦 又不会说个个人都会洗伤口的嘛 是不是这些专业来的嘛 结果就导致这些悲剧出现啦 所以我是挺欣赏肥妈那种心态的 看得出他是不求人啦 总之呢 自己能够用钱解决到的 就自己解决啦 因为毕竟肥妈呢 她的子子孙孙都住在不同地方 而且是不同国籍的啦 有时候大家最少来多 有很难就是说啦 将来呢 要些子孙孙孙进孝的 因为呢 孝这一样东西呢 通常都是我们华人才说的而已 有些都不是华人血统的 你跟她说说 进孝啊 我七十岁八十岁啦 你要飞过来照顾我的 她可能随时禁锁了你啦 所以呢 有些事情自己有能力的 求人就真的好过求己的 不过当然啦 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赚到那么多钱 那么幸福的 有时候有些事情呢 就真的需要和自己子女呢 即是如果自己能力不行呀 又或者是说 可能需要子女都经济援助一下呢 这些就一定要商讨的 也都不好 即是就算你是一个家长 你真的养自己的小朋友养得很辛苦也好 这一样东西绝对值得尊重 但是呀 也不要说因为你有这份功劳 所以你就放个款式出来就说啦 我不理你 总之你就要辞职过来照顾我 因为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 没错的 就算是父母也好 就算是子女也好 大家是有血缘关系 但是呢 大家活在这个世上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的个别个体 每一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意志 是有独立的自由的 没有人说生出来就是说 因为这个儿子是我的 所以他就是我附属品 所以呢 我将来想他要怎样呢 他就一定要怎样去服侍我 这样 不会有这一样东西的 因为这一样东西大家将心比己啦 你老来的时候就很想去指挥别人呢 服侍了自己一切 但是啦 你自己在中年的时候 是不是又接受自己的长辈 他无条件去叫自己做任何事先 所以呢 这些事情 大家要去想清楚 以及将心比己啦 当然啦 如果自己有个小朋友 相当孝顺的 是真的说 他又很聪明啦 又找到钱 又可以抽到时间去照顾自己的话 这一样东西当然是最幸福啦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那么幸福的事情 所以啦 就是为了防止 好像阿可白这种情况 所以 子女之间的充分沟通 是很重要的 还有呢 不要说因为自己是长辈 因为我是你父母 就去摆起个款 因为呢 你一摆起个款的时候呢 到其时这些子女 真的不是说那么多人跟你说孝道的嘛 是不是 到其时人家一走了之的 自己就好像只剩自己一个 这样啦 亦都不是说啦 身为长者就需要委曲求全呢 希望得到子女的爱 不过呢 究竟一个子女 会不会真的好孝顺自己父母呢 其实我觉得不能够单纯去怪 这个子女是不是不孝季 其实作为父母 你怎样去以身作词去教自己小朋友的 在过往小朋友的 生活生命当中 你有没有给予充分的爱呢 我相信这一样东西是很公平是有轮回的 例如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呢 他活在一个 都挺幸福的家庭 不是说他物质上面幸福 而是说 父母比较开明啊 会去尊重他啊 大家有交友通的时候呢 根本不需要父母出声的 儿子已经是努力上进赚钱 为什么呢 希望呢 就说得及在父母老之前呢 就尽量打定那本去照顾父母 但是另外有些是说 父母又不是那么关心自己的子女啊 又夫妇学学啊 大家想象到的那些呢 然后有些是说到明就说 有他老咯 我不理了 这些就是等政府理咯 小时候他都不理我的 那就自己收回咯 都是这样啦 因为你说一个人 究竟父母是否必定要去照顾他呢 如果你说父母对自己很差的 你又说一定因为这个是孝道问题 又好像要去照顾自己的仇人 那样又说不过去啦 因为毕竟呢 每个人的故事呢 都不一样啊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自己处理到自己的事情 例如说 趁着自己还有得选的 自己留了够钱呢 去等自己入住老人院 其实也是减轻了子女的那个经济负担 因为呢 当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 当然是一辈子的啦 但是呢 我们也要考虑实际环境就是说 父母和子女 大家关系最好的时间呢 一定是头三十年的时间的 因为呢 你是孕育他成才嘛 好了 去到子女成才的时候 他都会去组织自己的新一个家庭啦 到其时呢 子女的那个核心那个重心呢 也都会有所迁移的 所以啦 有时候都是那句啦 最后一次啦 将心比己啦 除非你都很希望就是说 希望我自己中年的时候 就做到一只狗啦 上面又要不断去照顾 下面呢 又要不断去操心 那如果可能你中年的时候 你都体会过呢 父母呢 就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呀 尽可能去安排一些东西 自己轻松了不少的时候呢 自己也都要去为自己的下一代去想啦 那不过啊 这里是讲经济上面的事情 但是啦 一些情感上面的价值呢 这一样东西作为子女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推卸的藉口的 例如说啦 一个星期喝一次茶 又或者可能每几天聊一下电话 或者去偶尔探望一下自己的父母呀 就算没什么谈呢 都招一些走路去聊一下 最重要就是让父母觉得呢 父母仍然是在子女心中 就拥有个价值的 就不是说呢 娶了老婆之后呢 就没有老爸啦 就不是这种状况呀 好了 那我也知道呢 今集讲的东西呢 可能就没那么紧臭啦 没那么多营养 那希望各位观众呢 就多多包涵啊 好了 那今集就来到这里啦 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啦 那约了个朋友 有东西要去帮他拖啊 好 就这样先 拜拜